Ju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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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热三天 想吃就吃 您现在需要看到的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狭起发面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佳 今天终于是降温了 让人觉得秋天是终于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不过在这儿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 昨天这秋老虎是演绎了最后的疯狂 接下来冷空气将和台风链鱼 将完全扭转近期湖南连晴高温的天气状态 那么就在今天下午 冷空气的前风是已经抵达了湖南 午后气温降至到了25度左右 明天的冷空气主体南下 与台风链鱼相遇 将给湖南带来明显的降温以及风雨天气 我们常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雨伞皮肩外套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开始 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娱乐开讯 邓子齐登美国时尚杂志 入显一千位美丽人物 今日邓子齐荣登美国著名时尚杂志 PayPal Magazine一千位美丽人物榜 并被评为2016年音乐界中极具影响力的美丽人物 同时PayPal Magazine首度公开了 邓子齐即将在9月底推出的写真集 25 Looks 封面罩 照片中的邓子齐 身穿色彩鲜艳的服饰 坐在开棚巴士上放电 玩味十足 据悉这次一千位美丽人物的评选 以有份塑造文化历程的创艺人 和时尚潮流的创造者为标准 并从多个领域进行挑选 同时入榜的中国明星 还有李宇春 Angela Baby 陆寒等等 其中邓子齐是唯一一位 有专题介绍看的华人明星 并被称赞是一位用心唱歌的歌手 我爱你 Oh yes I do 永远不愿 Baby 我失去你 成龙 铁道飞虎 功夫瑜伽 双双定档 卖力开启贺岁月 今日由成龙主演的两部功夫喜剧 《铁道飞虎》和功夫瑜伽 同时宣布定档 其中由芒果娱乐联合出品的新电影《铁道飞虎》 定档是2月30日 准备跟大哥一起干票大的 功夫瑜伽则定档大年初一 这一头一尾根本就是霸气开启贺岁月 打算让观众从元旦一直笑到春节啊 在《铁道飞虎》中 由成龙饰演的飞虎队队长 将率领黄子涛 王凯 王大陆等一票草根兄弟集体出征 丢给观众与反派斗智斗勇的精彩笑料 和《铁道飞虎》中没有文化的小人物不同 成龙在《功夫瑜伽》里 则是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 将带领李志廷和张一新游遍全球 冒险寻宝 除了功夫喜剧和探险搞怪 异国风景也是这部电影的绝对看点之一 范冰冰夺影后不忘秀恩爱 拿奖要谢谢我的李先生 今日范冰冰凭借在冯小刚知道的电影 《我不是喷金莲》中饰演的村姑一角 在西班牙第64届圣巴斯坦电影节中 一举夺下最佳女主角迎贝可奖 宣布得奖当下 她激动的锦庸导演冯小刚致谢 这也是范冰冰76年前 以观音山夺东京影后 再次拿下国际A级电影奖 影后宝座 因为在电影节开幕当天 正巧是范冰冰的35岁生日 在影展最后一天的颁奖典礼 抱回影后大奖 范冰冰开心地表示 这是最棒的生日礼物 随后在微博发文 感谢了一路帮助的人们 最后一句还不忘秀恩爱 感谢男友李晨 最后真的还要谢谢我的李先生 新封编辑整理报道 看了这样的一个娱乐快速 觉得还是挺甜的 那么继续来看我们接下来的娱乐消息 两年一届的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 将会在10月14号开幕 和往年一样的是 前期备受关注的就是这 第六位精英女神 到底花落谁家 那么就在社交网络上 杨幂 刘涛 宋茜 杨子 底力热巴以及唐烟等女性 都是人气颇高的人选 但是目前网络上就包出了 鼓励那家丽娅正爽 成为了第六位精英女神的消息 面对这样的传闻 鼓励那家的经纪人 也是立马做出了回应 随着第28届 中国电视精英奖 即第11届精英电视艺术节 即将于10月14日 在湖南长沙 隆重开幕 除了各奖项归属之外 关于精英女神的猜想 就传递于观众之间 各种版本是层出不穷 那么问题来了 一问 回答 到底什么是精英女神咧 精英女神是精英电视艺术节的 形象标识 女神的双手托着高飞的精英 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的展翅高飞 为了将精英女神的形象 更加的形象化 具体化 自2006年第六届开始 每届精英节就会挑选 一位在近两年电视剧领域 一军突起 形象青春亮丽 人气极高的新圣诞女星 担任精英女神 作为形象代言人 至今 精英节共产生了 五位精英女神 分别是刘亦菲 李小璐 王洛丹 刘诗诗和赵丽颖 一问 回答 既然精英女神 必须是形成的女性中 在电视剧领域的 领军人物之一 那么到底有哪些女明星 有望成为今年的精英女神呢 随着网络上发起的 各种精英女神的投票 莫少我们熟悉的女性 纷纷上榜 郑爽 迪丽热巴 古丽娜扎 唐嫣 杨幂 杨子 陈乔恩 安吉拉贝比 宋茜 刘诗诗 赵丽颖 佟丽娅 理性分析这份名单 杨幂 安吉拉贝比 事业中心几乎都在大荧幕上 刘诗诗和赵丽颖 已经当过精英女神了 剩下的非常有竞争力的 就是郑爽 迪丽热巴 杨子和古丽娜扎了 而目前呼声最高的 则是郑爽和古丽娜扎 一问 回答 诶 郑爽和古丽娜扎 到底谁更有希望胜出呢 郑爽曾两次入围女神候选人 但都擦肩而过 虽然之前作品较少 但这两年是集中发力 今年从年初的 寂寞空庭春雨晚 无数闹东京到美人四方菜 更有最近大伙的 微微一笑很清晨 让她稀粉无数 在这场PK中 爽妹子的律师是 仅有一部作品 在湖南卫视播出 而古丽娜扎这两年 也是劳魔姿态 今年播出的六部剧中 有三部是女一号 而她的最大优势还在于 这些剧大部分在湖南卫视播出 比如青秋湖传说 沙海精之赤影传说 武神赵子龙 仙剑云之凡 创了霸评半年多的记录 而关于二者之争 最近更传出精英女神 已确定是古丽娜扎 丽娜票选第一的郑爽 对此古丽娜扎的经纪人 却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称截止到目前 没有收到任何关于 精英节的相关通知 而到底精英女神 是她们二者之一 还是另有其人 就要有待于 10月14日精英节开幕式 才能正式见分晓了 新方编辑整理报道 说实话呢 孟佳也挺期待的 到底谁会成为 第六位的精英女神 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不过呢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答案就会揭晓 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现在呢 我们娱乐极限风的 最新版块 姊妹团子上菜 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 自播出以来呢 就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 我们的一致好评 大家呢 是纷纷留言说啊 姊妹团子推荐的美食 的确是不一般 解决了很多人 每天不知道 该吃什么的交解 那在这儿呢 要再次感谢 大家的支持和喜欢 姊妹团子 一定会再接再厉 那今天呢 她们又要来 给我们上菜了 而且听说啊 今天的推荐 是非常精致 有格调 那么赶紧 入我们的主题 姊妹团子上菜了 前几次 姊妹团子带你 吃到了不同做法的海鲜 那今天姊妹团子 将带你感受 不一样的跨国美食 这家店和很多 日式料理店的装修不同 她并没有充满 日式风格的榻榻米 拉门日式装饰 飞而是暗暗的灯光 吧台吊灯 有一种小酒吧 简约时尚的感觉 这个店有个特色 什么特色 自己看啊 难道这里的特色 就是帅哥多吗 不要告诉我 没错 这家店不仅做菜的是帅哥 点菜的是帅哥 就连吧台里都是帅哥 怎么样 有没有让你一跑一扶呢 现在我们就跟着姊妹团子 一起去试试 这家店的料理吧 林丹一响 就是我们该吃饭的时候 今天呢 我就给你推荐一下 这个店的招牌 第一道菜呢 就是银血鱼吸金烧 这道菜的名字就叫做 银血鱼吸金烧 就是用血鱼做出的佳肴 这血鱼 小编我可以好好介绍一下了 它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哦 你们俩今天 可以好好的滋润一番咯 吃了可以更美 这道菜别看只有两片肉这么简单 做起来可是相当的费功夫 厨师张有根 做热料厨师已经有13个年头了 他告诉我们 日食料理分为关锡 关东做法 关锡就是从鱼腹部切割 直接碳烧 关东是从鱼背部切开 先蒸后煮 正以血鱼吸金烧 就是关锡的做法 碳烧 烤着血鱼的时候 还必须有人时刻在旁边守着 原因是因为血鱼较嫩 烤一会儿旁边的零角部分 就会容易糊 这时就需要有人用锡纸将其遮盖 避免糊的地方不扩散 这一来一回 可是不下四五次呢 这血鱼呢 你看上面金黄金黄的 看到没有 然后 好香真的好香 这么远都闹到的香味 而且是那血鱼的那种油香味的感觉 对 那我现在可以吃一下吗 尝一下 怎么吃 一片一大片吃 还是 看你自己啊 可以蘸一点旁边的沙拉酱 嗯 你可以感受到它那个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你慢慢的含在里面 它的那个肉好像在你的舌尖已经铺开了 因为它是在吃之前用盐 腌了一下会更加的紧实 所以你的口感会更好 哇 那是当然 这血鱼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肥美 看看这金黄的色泽 小编舞动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别说这光烤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在烤之前 这金贵的血鱼 还是通过了长达一天的腌制 这腌制的方法 也是日式料理中必不可少的 要用大豆酱 白味增 赤味增 吸精味增 以及蛋黄 料酒等作为腌料 将新鲜的血鱼 浸汁浸泡 这样本来就鲜甜的血鱼里面 因为大豆酱料的腌制 反而还是带着淡淡的大豆香 哇 光想想就很过瘾了 怎么样味道 它有点甜的味道 然后你再加上那个沙拉酱 它有点酸酸的感觉 那它其实本身是非常甜的 再加上它那个皮 你知道吗 它那个皮非常的 有点黏黏的 韧劲在里面 然后你再咬那个肉 非常的嫩 你知道吗 那我尝一下 你知道吗 那个皮里面就是 所有的胶原蛋白 都在那个皮里面 难怪 我再吃一碗 吃了可以更美 你不灵不灵 放掉了是吧 不要光滑 推荐一 银血鱼洗尽烧 我吃了那个一点都没有饱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没吃到米饭是不是 对啊 我跟你说 接下来我跟你介绍 这个菜就是鹅干鳗鱼卷 哇 看到没有 说起这寿司卷 里面的搭配可是顶呱呱 不仅有昂贵的法式鹅干 还有鳗鱼 虾肉 牛油果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面的鹅干 在包成卷之前 还经过了火事 将已经切好的鹅干 放在苹果中 用火腔火制表皮一分钟 这样的鹅干口感 不仅外酥里嫩 不会感到油腻 还会更有嚼劲 而立秋锅后的鳗鱼 是最肥美的 把它切成片 包裹在饭上 整条鳗鱼 经过火制之后 肉就更加的紧实 再撒上这酱色的鰂鱼汁 哇 简直就是绝配 那我现在可以吃了吗 赶快吃 感觉它的米非常的 就是虽然 感觉像是粘在了一起 但是它美丽的 磕磕分明的感觉 哎呦 算你试货了 这寿司最重要的 就是这米了 米可是寿司的灵魂 厨师帅哥向我们介绍 这米不单单是要煮熟 要想要它有磕磕分明 糯而不沾牙 都是有技巧的 你在煮熟之前 淋上寿司醋 通过不断地搅拌 才能让寿司醋 充分地融入到 每一颗米中 这样的米饭 才有酸甜的感觉 哇 厉害 看着这一颗颗白金圆润的米饭 再加上这丰富的料 一口吃到嘴里 是满满的幸福感 推荐二 鹅干鳗鱼卷 那这里的天妇罗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 还是什么 对 你看 天妇罗 你看这是什么 虾 就是它天妇罗了 就是用虾炸出来的 你知道吗 虾本来是什么形状的 直 这是弯的吗 弯的是吧 哦 它这个是 对 它已经被师傅 给它掰直了 掰直 给它做了按摩 对 它就不停地 在给它做按摩 然后它这个虾就直了 这家店的天妇罗 各个炸出来都是笔挺的 想要把这虾炸的笔直 师傅告诉我们 首先就是要将这虾 给掰直了 就是这样的按压 刚刚还是弯弯的虾 现在变成了一条笔直的鱼肉 只有这样 才能有炸出天妇罗的美感 要使这虾炸的鲜嫩甜美 香而不腻 炸的方法 也是和平常的油炸食品不一样 厨师采用的是裹粉的方法 先将调好的面粉浆 用甩粉的方式 甩入炸锅 炸出金黄 然后再将虾放入锅中 将锅中炸出颗粒状的面粉 慢慢地裹在虾的身上 这种方式炸出来的天妇罗 不仅外脆里嫩 就连这面粉都是香脆无比呢 哇 上面好脆哦这个笔 上面好脆哦这个笔 外面对着很好吃 松松的软软的 我看到的里面 虾 对着虾仁很嫩哎你看 一头 不过这种方法 可是要比直接把面粉裹在虾上炸 要繁琐几倍呢 因此这家店的天妇罗 可是超级强手的哦 再看看这厨师 放调味料的架势 就如在练武功呢 厨师向我们透露 这样放调味料的原因 是可以更好地把控好调料的程度 这样味道才会恰到好处 这个我跟你说它这个你知道你先吃下去一口的时候你是吃到的这种面 调这个这个面粉的感觉 然后你把面粉它会很快地溶解在你的嘴里面 然后你马上就可以吃到这个虾的这个甜味 推荐三天妇罗 精致肥美的银血鱼细腥烧 营养剁料的鹅肝鰂鱼卷 外酥里酿的天妇罗 每一道菜都是回味无穷啊 不仅让你吃到不一样的口感 还可以感受一下别国的风味 怎么样 今天姊妹团子上的菜 有没有让你胃口大开呢 哎 Mary 我觉得这个寿司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 之前又吃了那个海鲜 今天又吃寿司 感觉又给我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心情又换了一下 对啊 但是呢我跟你说 虽然我们碳店其实这些店呢 就在你身边 就是你可能下楼就可以吃到这样的美味 是不是在长沙就感觉在世界的感觉 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食物 而且不只是如此 虽然我们只是普通的碳店啊 但是我们每次吃的东西呢 就感觉哎 你一下子在日本 一下子在韩国 一样的感觉又没 所以让湖南人的口味 就更加的得到生活 准备团子呢 就可以给你继续推荐 好吃好玩的地方 然后带你每晚夜夜销魂 好的 谢谢我们的姊妹团子 说实话 吃美食也是享受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看啊 十一的黄金粥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规划好假期的行程啊 如果说还没有规划的话 没有关系 可以交给我们娱乐及先锋 因为今天呢 我们的先锋记者就在收拾各种各样的资源 打算就在国庆节的时候 带着没有安排的小伙伴们 一起来玩活动 一起来品尝美食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的微信二维码 或者呢 直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731-8480-2300 来了解我们活动的具体情况 好的 那么继续呢 我们说回电影方面的消息 就在今年的票房颓势之中呢 国庆档能否成为票房黄金周 就备受到业内的关注 冯小刚的 我不是潘金莲 退出了国庆档的竞争 颇让人觉得有一点点 好戏未言 主角先退的遗憾 不过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使得剩下的几部电影 是实力相当 票房大战势均力敌 多部影片呢 将会在明天和周五上映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预热一下 为大家介绍一下 影片的内容 让你的选择不再那么困难 几年以来 电影票房市场持续低迷 熟悉党中秋党接连失手 影响被认为大蛋糕的 电影国庆党 今年还没有正式开打 就先遭遇撤片 之前适应过 且评价颇高的 我不去看金莲 在零上映前一周 忽然宣布撤党 党期从原定的9月30日 挪到了11月18日 引发了网友 对于撤党原因的 种种猜测 对此电影出品方澄清说 是因为对影片 有信心和野心 所以一心想要烧烫 11月的冷党期 国庆党少了冯岛的影片 的确是一大损失 好在其他国庆党上映的影片 依然是多姿多彩 首先拼大牌 如果爱看大牌明星 郭静兵的绝技和王金的港式喜剧 王牌斗王牌 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绝技的明星阵容 就包括了范冰冰 吴亦凡 陈薛东 陈伟霆 杨幂 王源 等众多明星 这简直是囊括了半个娱乐圈的节奏 而王牌斗王牌 则是请到了通杀老少妇孺的男明星 刘德华和黄晓明 这足以见得 王金对票房的野心 然后有很多很多喜剧的部分 它都配合得非常完美 第二 凭剧情 林超贤指导的《魅公和传奇》 是一部根据中国传约 金三角遇害事件改编的警匪动作片 该片讲述了一支行动小组 为解开中国商船传约 遇难所隐藏的阴谋 企图救出 运毒案件幕后黑手的惊险历程 看看这预告片 简直是打算燃爆观众的荷尔蒙啊 当然啦 如果你想来一份心灵情感鸡汤 就可以选择由张一白指导 改编自作家张家家的同名畅效术影片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电影和小说的气质一脉相承 展现了邓超 月云鹏和杨阳等主演的 几对都市情侣之间 纷纷和和的故事 最后 凭意境 这个国庆党没有一部影片 能和地球四季相抗衡 雅克被汉指导的自然纪录片《地球四季》 可以说是国庆党里的一股清流 通过拟人画的表现手法 将雪狼 狐狸 雪霄 牦牛 迷路等五种经常被驱逐和猎杀的森林动物 和人类来一次的对话 把动物的内心世界生动准确地描绘了出来 不那么商业 却很感人 新世纪的春天 我们与地球上的邻居们该如何共处 虽然纵观今年国庆党上映的影片 既没有备受期待的续集 也没有在前期点音时就展现出黑马潜质的影片 唯一一部适应过后就有好口碑的《我不是喷尽脸》还改党了 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先订个小目标 比如超过去年 号胜史上最强国庆党的电影票房 18.5亿 目标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先方编辑整理报道 是的 虽然刚刚说到我们的电影国庆党没有续集电影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国外电影 它的续集一定让大家非常的感兴趣 那就是《黑夜传说》 自从2003年开始 一口气拍了四部 在全球斩获了极高的票房之后呢 它是一直保持神秘拍摄第五部 《黑夜传说舞血战》 那么现在呢是终于曝光了预告片 43岁的主演依旧是美艳动人势不可挡 它就是背金塞尔 本首关注的《黑夜传说舞血战》 与今日公布了预告片 和之前所有的《黑夜传说》一样 影片的焦点依旧集中在了 凯特·贝金塞尔所饰演的塞尔尼身上 而塞尔尼自然也不负众望 依然穿着紧身衣 收纳双枪 为自己和自己的信仰而战斗 预告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动作画面 配上摇滚乐观赏性是极强 今年已经43岁的《贝金塞尔》 宝刀不老 颜值在线 身材也根本没有走样 令人是非常期待影片的最终效果 《黑夜传说》结合了《吸血鬼》和《狼人》的两大题材 描绘了一个充满神秘和暴力的地下世界 从2003年开始 一口气是拍了四部 共获得4.58亿美元的票房 其中2012年的《黑夜传说》4 占了1.6亿美元 英国美女凯特·贝金塞尔 身穿黑色紧身衣的《吸血鬼》战士形象 是已经深入人心 根据外媒之前的报道 《黑夜传说》5不是系列重启 而是对该片构架的宇宙的延伸 将聚焦新一代吸血鬼和《狼人》的战争 也会加入基因工程等新理念 前两部的导演 伦怀斯曼继续出任制作人 古战场传奇导演安纳福斯特指导 到目前为止 最新一集均以强势回归的 《贝金塞尔》为宣传要素 男主角是上一部中 饰演吸血鬼大卫的提奥·詹姆斯 老戏古查理斯丹斯继续出演 因《美丽传奇》中的亚瑟 走红的布莱德里·詹姆斯 将挑战大反派 之外 神探夏洛克的劳拉普饰演吸血鬼 古战场传奇男星 托比亚斯曼斯基出演狼人 而按照计划 该片将会在明年的1月6日上映 节目编辑整理报道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休息一下 近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许比许比 二位许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有看到的是 由冷酸林快评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喜八面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佳 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南国地人 我们提供的美容支持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一首好听的歌曲 送给各位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咱们继续不见不散 拜拜 你给了我一把伞 撑住轻盆洒落的孤单 所以好想送你一碗 和安息地服饰心灵的遗憾 给你我所有的温暖 拖下唯一档风的衣衫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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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